現年38歲的黃祖嵐和33歲的李亞嵐 多年前抱出長短腳之戀 兩個人更在2015年情人節拉埋天窗 婚後三年不斷被吹生B 直至7月13日 他們趁拍拖九週年紀念日 帶了BB超聲波相公布有起 終於榮聲為爸爸的祖嵐 受訪時表示非常感恩 首先很感恩 今年拍拖九週年紀念日 這個時間去宣布 當時是2009年 剛巧九年之後 有個小朋友 長長久久 我想我的公司很黃定 今年前後已經加上我們有三個員工 兩個員工也有了 加上我的公司 我老婆有三個 如果想生小孩就進來我公司做 麻煩大家看著阿楠 因為做媽媽都很辛苦 他真的付出了很多 又看書 又改變自己的飲食 又很緊張 他準備很多東西 所以麻煩大家照顧一下他 向來仔仔多多的祖嵐也不忘搞笑本色 他還說開個盤 叫大家猜測一下將來BB的高度 像他還是媽媽 認真搞鬼 只要黃太 你聽聽他的訪問 就知道他有多開心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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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喜歡做媽媽 其實都第一時間 知道的時候 就是很驚喜 還有有些不敢相信 因為都其實挺快 我們是計劃今年上誘 但是不知道原來是可以想有 就真的都挺快 就可以成功 其實都很感恩 我的姐妹知道我有了 還有我都有跟她們分享喜悅 還有我都有問Linda 還有宋禧蓮 還有我身邊有一些已經是 生了子女的朋友 其實一早已經在問她們 有什麼吃得不吃得 或者有什麼做得 可以做運動 其實是有100個問題 很多問題我需要問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B 她是肚子裡的成長過程 是健康 還有生出來她健康 是最重要的 子女我都沒有所謂 那下一個月 然後再次回到大陸 我都沒有什麼 你可以去看 我們在這次回到大陸